来到我们倒计时有很多很多朋友 也感受到了 全国各地不一样的过年民俗 二位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合肥 四川 对吧 就是说一个选一个 不在自己老家过年了 换一个别的地儿 比如说对哪儿 可能会有一些小向往呢 我其实真的都还好 因为我觉得过年 其实要的是一种 团圆和家的感觉 对我来说家人在哪儿 哪儿就是家 是的 所以只要有爱有家 我对地方我觉得都好 都好 大好是河山去哪儿都好 旅游着过也行 在家里面宅着也行 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只要心情舒畅 有家人的陪伴 对 就其实也是我跟松哥一样 就是家人在哪儿哪儿 哪儿就是家 我会选上海 因为我从小在上海长大 然后吃年饭就特别有意思 然后就因为我们四川人 爱吃辣的嘛 然后我们一大家的凑一块 就一半桌是辣的 半桌是甜的 在上海那边泡甜口嘛 对 口味比较甜 中午吃比较清淡的 晚上吃辣的 所以每次过年都很好吃 哇 就可以就是口味各种切换 所以就很有 我就很想那样吃 就大饱口服 但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在哪里 是的 特别好 说回到春节 大年三十了 今天是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我相信二位一会儿直播之后呢 也会回到家跟家人团聚 那今年二位都有什么计划 准备怎么过年呢 今年据我的了解 我会比宋哥早点结束 应该是 然后就回家呗 争取能赶上个年夜饭 然后就好好休息两天 因为年后就要开始拍戏了 年后马上就进入工作了 就要开始拍戏了 那我的话 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 最近这十多天 二十多天吧 一直都在密集地参与 咱们春晚的连排 在拍的工作 所以我想做完 今天晚上的演出之后 那就好好地休息一下 好好休息一下 然后新的一年 来到兔年 再规划一下 新的一年的 音乐的创作呀 发行的各项事宜吧 听完二位的春节计划 真的还是挺踏实的 踏踏实实脚踏实地 过好每一天 非常好 非常好